据说没有一只鹅能走出潮汕 它却带着自家的狮头鹅 不仅上了天天向上 还让蔡兰先生亲笔提字 不鹅人 只选平均长成二十八斤的 城海狮头鹅 袍丁解鹅 经由卤水涮煮的鹅肉 肉质鲜嫩 实乃人间牛鲁 时刻间嘴嘴相喘 师父果断请出招牌 鹅肠 反复揉搓取出多余杂质 暴入清水保持鹅肠纤维 在卤水锅中四溢的滚一滚 神仙都占不闻 鹅肠宽厚爽脆 蘸上蒜泥醋 更是鲜滑开胃 还有鹅蒸鹅肝鹅血 就连鹅皮也能物尽其用 制成QQ弹弹的鹅皮冻 简直不要太过瘾了